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傳說 99%的工程師都曾經卡在Vim裡面出不來 Vim幾乎是所有軟體工程師必備的技能 如果你還不會使用Vim 接下來我會用100秒的時間 介紹怎麼使用Vim這個文字編輯器 Vim是一個不需要圖形介面就可以打開的編輯器 只要在Terminal中輸入Vim加上檔名 就可以打開你要編輯的檔案了 打開之後我們就會進入Vim的畫面 Vim一共有兩種模式 普通模式還有輸入模式 在普通模式下你可以進行各種指令操作 而在輸入模式下則是可以使用我們一般習慣的方式來編輯文字 剛進入Vim時狀態會是普通模式 在普通模式下只要按下I就可以進入編輯模式 會看到左下角出現一個Insert的字樣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你平常習慣的方式 對檔案進行修改 那改完檔案之後我們想要關掉檔案 這時候你就必須先回到普通模式 不管你在任何狀態下 你只要按下ESC 就可以回到普通模式 如果你不知道你現在在什麼模式 多按幾下ESC就對了 這樣就可以回到普通模式 在普通模式下輸入冒號Q 並按下Enter就可以直接關掉檔案 那如果你發現你不能關 是因為你對檔案已經做過修改 但是還沒有存檔 在普通模式下只要輸入冒號W 就可以存檔了 這時候再輸入一次冒號Q 並按下Enter就可以成功關掉檔案囉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慢 那你只要輸入冒號WQ 並按下Enter 就可以同時存檔 並關掉檔案了 那有時候你可能改了檔案 但是不想存檔 想直接關掉 這時候只要輸入冒號Q 驚嘆號 並按下Enter 就可以不存檔 強制關掉VIM囉 恭喜你已經在100秒內 學會怎麼操作VIM了 好 接下來我會介紹一些 讓你編輯更快速 更方便的指令 如果你覺得前面那些指令就夠了 那你看到這邊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學會更多進階的操作 歡迎看到最後 在文字編輯系統最常用的功能就是 Undo 跟Redo 在普通模式下 只要按下U 就可以倒退一步 也就是Undo 只要按下Ctrl 加R 就可以往後一步 也就是Redo 學會還原之後 另外一個避諱的功能 就是複製貼上 在普通模式下 你按下YY 就可以複製一整行的文字 再按下P 就可以貼上了 如果你按小寫P是會往下貼 那如果按下大寫P是會往上貼喔 那如果你想要減下而不是複製 則可以按下DD 就可以減下了 那貼上一樣是按P 你可能會想問 如果我只是想複製一小段文字 但是我不想複製一整行 那要怎麼按呢 非常簡單喔 你只要在普通模式下 按下V 就會進入選取模式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上下左右鍵 來選取文字 那選好之後呢 一樣按下Y就可以複製 按下D則可以減下 一樣是按下P就可以貼上了 在瀏覽器或是一般的編輯器中 我們都會用Ctrl F來做搜尋 那在VIM中呢 只要在普通模式下按下斜線 並輸入你想要搜尋的字串 再按下Enter就可以搜尋了 如果你有搜尋到複數個結果 只要按下小寫N 就可以跳到下一個結果 按大寫N則是會跳到前一個結果 編輯程式碼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想看到航數 那這時候只要在普通模式下 輸入冒號SetNu 並按下Enter就可以顯示航數 我們選擇學了這麼多指令 現在你已經可以使用VIM 快速進行各種操作 不過現在只能使用上下左右鍵來移動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太慢了 所以接下來我就介紹一些 快速移動指標的方法 一樣是在普通模式下 只要按下大寫的G 就可以跳到文件的最底部 按下小寫GG 就可以跳到文件的最上方 那你如果不想跳這麼多呢 你也可以按下左大括號 會往上跳一個block 那按右大括號 則是會往下跳一個block 如果你想要跳得更少一點 你可以按下W 就會往後跳一個單字 而按下B則是會往回跳一個單字 如果你想要跳到一行的最後面 可以在普通模式下按下$ 如果你想要跳到最前面 則是按下0 最後我要介紹的是VIM 非常酷的一個功能 就是Macros 在一般模式下按下Q之後 隨意按一個英文字母 就可以開始錄製 例如我可以按QD開始錄製 接下來你在編輯器中 可以執行一連串的操作 做完之後你再回到一般模式 按下Q之後就結束錄製 錄製完之後按下$ 加上剛剛的英文字母 VIM就會自動執行你剛剛所錄製的動作一次 如果你想多執行幾次 可以輸入一個數字 加上$d 就可以重複執行好幾次 例如5$d 就可以直接跑5次 上面介紹的大概就是我最常使用到的一些功能 VIM還有很多其他好用的功能我沒有講到 如果你想要自己嘗試更多功能 VIM本身有內建的教學 只要在普通模式中 輸入冒號HelpTutor 就可以進入教學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非常推薦嘗試看看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你的支持是我創作影片最大的動力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